今天是第十一届立法委员选举 基隆市候选人电视公办证件会 这是唯一一场的 基隆市立委电视公办证件发表会 由中佳宽评基隆第四频道 进行现场直播 同时也在中佳新闻FB粉专 与YT网络进行联播 六位立委候选人首度齐居一堂 让媒体在摄影棚内拍大合照 留下珍贵的历史画面 之后也依序进行抽签发表证件 希望来吸引选民认同 那明明我们这么多人到台北上班 为什么距离这么短 我们不能用像跳蛙公车一样的方式 为什么我们要把自我设限 在国道公车上面 跨县市国道公车上面 佳强未来进国会 一定要先去针对这一条 而且马上做 这个行政命令马上要去改动 这个国道客运法 我马上要去想办法去修 让我们基隆人的班次能够增多 真正的问题是在 基隆市长期财政被边缘化 基隆市烂路亡的称呼 为什么永远摆脱不掉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路面品质受损了之后 其实没有钱立刻可以进行修补 你如果翻开基隆市的市政预算 你就会发现 光是道路品质维护的计划 我们基隆市一年只有1.5亿 不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能修修补补 请之非常清楚知道 如果有机会进入到国会 如果有机会成为基隆人的公仆 我们会是用非常专业的问证态度 进入到立法院 来试图推动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法 你们有没有常常觉得 这个国家没有希望 你活的没有意义 那么把票投给我 投给邱少佑 我可以为各位解决上述的所有问题 我会打造一个和平有爱 人人互助的美好社会 恢复台湾省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捍卫我传统优良之5000年中华文化 消灭台独叛国分子之文化大革命 再度让中华民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三民主义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谢谢 小民参政欧巴尚联盟 我之所以加入这个政党 是因为认同这个政党的理念 这是一个不会拿孩子利益交换的政党 我身为一个老师 我希望台湾可以真的成为一个 育儿友善性别平权的国家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我也看到每一个家庭的处境 我不只关心儿童 我也重视劳工权益和亲职支持系统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诈骗、毒品、枪支越来越泛滥 欲聚人浩克跟棒球队越来越多吗 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的暴力跟混乱 如果还是在调皮捣蛋 执迷不悟 想要体验更多的刺激 那我们可以展现我们慈悲的心 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把刑罚加重吧 我想这样应该会很舒服 所以对未来的刑事犯罪者 加入法写道德经 观多久 写多久 没写完 没饭吃 为什么基隆人需要有一座捷运 因为基隆必须跟整个大台北生活圈有一个串联 没有捷运去连接首都生活圈的捷运的话 就会是现在的状况 我们必须透过沉寂公车 我们的通勤族必须天天塞在高速公路上 因此 我主张 基隆捷运 要尽早动工 未来 如果我进入 立法院 也会在我第一个任期的四年之内 争取基隆捷运动工 我们也很圆满的完成今天的证件发表的这个任务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网路上 都还可以把我们的今天的证件发表会的这个过程 能够再重新从网路上来观看 那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都能够在网路上针对自己所关心的这些证件 再详细的再来做这些观看 那最重要的 1月13日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神圣的一票 选举是台湾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基础 也是珍贵的公民权利 基隆市选委会呼吁选民要珍惜手中的一票 1月13号当天踊跃参与投票 为国家选出未来的发展与希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明珍平 基隆报导